28号早上金湖分队接到新唐垃圾厂的火警 马上出动水库车主 车主在环岛南路上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黑烟窜出 分队长马上请求水库的车主在金湖议销到场支援 到达现场时候垃圾堆放已经出现大火 索性现场的战术防护阻断或是蔓延 金湖分队28号清晨接到新唐垃圾厂火警 车主马上请求水库车资源 现场利用移动式泡沫灭火翼进行窒息战术 消防人员水线部署 沿怪手开挖入境持续的浇灌降温 火势终于扑灭 本分队今日上午7时接获新唐垃圾厂火警 车主人员出动的时候 在新唐的天空方向已经看到大量的黑烟窜出 在出行过程就马上请求水库车主到场资源 到达现场后发现燃烧面积约200平方公尺 因为过去的抢救经验 在新唐垃圾厂的火警处理上都必须非常谨慎 避免火势延烧 所以现场除了用水线防护外 也用移动式泡沫灭火药剂做自己的赞助 那到中后期的时候做进行场火处理 协调场区的怪手 协助开挖 那服役水线借护 那火势在7点59分的时候 获得扑灭 鉴于新唐垃圾厂过去的抢救经验 面对该处火警同仁都格外的谨慎 这次火警索性成功阻隔延烧入境 才能有效局限火势影响的范围 也呼吁民众不要随意的焚烧杂草 注意平时用火用电安全